有报道称央视一姐董卿婚线将至 该网友表示 前天聚会时听上次说老大要和董卿结婚了 听说已经开始筹备了 这里时间还不清楚 很简单的一句话 传出了央视一姐董卿的喜讯 这里所说的老大应该是曾多次拍到与董卿一起约会的 该集团董事长密春雷 据了解董卿和密春雷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 两人已秘密交往两年 密春雷对董卿一直合乎有加感情甚好 几年初有记者多次拍到董卿与男友秘密同行的照片 不过根据两人筹备情况 婚期应该很快 一年职长央视出闻主持领牌的董卿 虽然容颜不见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 已经进入了奔四的大龄胜女行列 网友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忠诚金属 我们也希望两人可以最终修设